比基尼辣妹表舞季 側翻劈腿扭腰百臀 或者是像这样 满池子的白色泡泡不断飞舞 大家随着音乐还翻天 以上这些在墾丁音乐季的狂欢画面 2020 4月通通不会出现 音乐器虽然去年的状况 没那么好 大部分的客人 他可能就已经是嘲笑手群海电话队 而不是走入这种音乐派对 去年唯一在墾丁音乐季办活动的饭店业者 以转型为理由今年不半趴 主管机关也确定了开办26年 正式登记13年的音乐季首度办不成 我们今年受理的期间延长40天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来提出申请 真的是破天荒头一遭 音乐季去年12月11开始登记 原本到1月10日截止 但是半个业者都没有 主管机关破例把公告期从30天延到了40天 还把原本大湾油气区的租金从20万降到15万 以上种种还是无法吸引业者 让音乐计划上了休止服务 去年就影响很大 今年会更大 我们台湾的疫情 我们那里均丢到都一定会应用 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 国际的旅客已经取消墾丁行程 现在连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事 人潮和形态转型的考量之下 都没有业者争取举办 一连串的讯息也让当地民众担心 观光伤机会雪上加霜 三连新闻朱俊杰 朱宇荣 评讨报道